接下來我們把剛才交過的事情問一遍 第一個 酒精燈的使用 請問你 要用什麼方法加酒精燈 用什麼項頁加酒精燈 Number 這個要說6還是9 好 隨便當作是6號 6號 用什麼東西加酒精燈 肉斗請坐 用肉斗添加酒精燈 請問你要加多少 請問你要加多少 帥哥難無喔 五帥哥難無 五 三一 你跟我說什麼 八分滿 請坐 加八分滿 請問你 要怎麼點他 用什麼方法點他 Number 二十七 等一下 二十七號 帥哥二十七 火柴或打火機 很好 請問你 怎樣把酒精燈給滅掉了 可愛小女生 我要找可愛小女生 我要找可愛小女生 怎麼都沒有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八號 等一下 可愛小小女生 八號 一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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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什麼 燈照 燈照 燈照蓋錫 就能不能多講講自己會死喔 請問你 萬一不小心露出來要怎麼辦 萬一不小心露出來要怎麼辦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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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目不蓋錫 OK 這就是 酒精燈的使用重點 然後我們說 燒杯燒瓶蒸發米通常都間接加熱 請問你我用什麼玩意兒間接加熱 要找可愛小女生 對嗎 No.10 10 10號 好 用墊著一個陶瓷纖維網 請問你我為什麼要墊陶瓷纖維網 三十 為了什麼事情要墊陶瓷纖維網 帥哥難 三十 均勻加熱 受熱均勻 均勻加熱 重點 要怎樣稀釋濃硫酸 如何稀釋濃硫酸 可愛 換女生 女生五寶 沒有 女生五寶 沒有 女生五寶 No.9 請坐 濃柔沙緩緩倒入水中實時攪拌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做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可愛小男生 曬哥難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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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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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爆炸性的建設 OK 這就是農流山考試愛考的重點 然後我們上課各位講過了 這裡面圖裡面每一個人都是錯的 每一個人做的事都是錯的 酒精燈旁邊不可以有易燃物 所以不可以墊在書上面去加熱 不可以用書盆當作擋風氣 旁邊不會有些宅家萬工的東西容易會燒澡 實驗室不可以奔跑星星推擠 不可以 不可以 實驗室不可以吃東西 不可以藏藥品 不可以 這兩個人的加熱都錯了 兩個人的共同錯誤是 他們的室館都常潮人這樣子 這樣不對 對 上面那個膠還加熱錯地方 加熱到那個試管夾 這次還是木頭做的 就在冒煙 在冒煙 所以這叫不對勵 這兩個大哥的倒的方法都錯了 想不到順著多撥棒倒下來 上面根本在調酒 還拉那麼高 上面那個先生還多一個錯誤 這個實驗室的每一個人都戴了安全眼鏡 那個膠還沒爛 膠還沒爛 對不對 不要有雜物 揮棒 因為你半導啊 受傷啊 東西如果發生事情要立刻清洗乾淨 你不要對在那邊 當保障 就要立刻的清洗乾淨 掃出來就立刻擦掉 動乾淨 東西用完就立刻洗乾淨 然後呢 講過了 繡了要怎麼樣 用手 三文 不是這樣一嘻哈人 這位先生的錯誤是主要在他的身上衣服 你看他每個都穿長袖對不對 你上高中的時候 會買實驗衣 實驗衣都長袖的 盡量把你的皮膚給遮蓋住 他穿到長袖 把手捲起來 把他露出來叫做不對勵 不對勵 然後這就不要講了嘛 神經病 拿那個螺絲機去戳那個 插座 想要觸電 不這樣 這位大小姐呢 戳過的地方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是她在做東西的時候 沒有看她的東西嘛 頭扁一邊 電到她的頭髮 要把她燒起來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不要那些容易被勾到 拌到的東西 所以長髮的女生要把頭髮豎起來 身上不要穿那種可以飄來飄去的衣服啊 飄來飄去的 飄來飄去的東西 都沒有喔 然後這就講過了 實驗室不可以食 不可以吃東西 不可以吃東西 OK 這就是這個圖裡面 各個上面所發生的錯誤 好 希望你能夠理解 OK